大家好 继续来这里讲故事 有老铁说 在视频里面看不出来 我的生活品质有多高 我一直没有想表达我自己的生活品质高 相反我觉得我过得很普通 甚至是中等天下 但是这个话题其实挺好玩的 就是聊到生活的质量 我认为生活的质量 我就从大的一个方向上面来讲 肯定是最差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生活的质量好坏 取决于你的健康程度 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吧 那我本身的身体健康程度 一直以来从小到大都不在地 可能和我是属于早产儿早产 大概两个月有一定的关系的 那么呢 除了身体健康以外 其他的生活品质 我认为好坏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当你想吃什么 想喝什么 你可以不需要去考虑的就买 对吧 然后呢 人本身的这个欲望需求呢 虽然人的欲望无止境 但是活了一大把年纪了 这种不切实际的这个想法 肯定不会有了 就像比如说我爱跑车 对吧 那你说我梦想要一辆拉法 可能了 这也就想想 对吧 出生的时候有就是有 出生的时候没有 那基本上也就没有了 对吧 这句话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从视频的哪一点 来让人感到我自以为自己的生活品质高了 这个是让我很疑惑的 那我们其实换一个环境去生活 无非就是想 就属于那种在一个城市 一个城市待活腻了 就去到另一个别人活腻了的城市 然后感觉自己很新鲜 因为周遭的环境变了 那么周遭的环境变了 周遭的朋友变了 那么自然就变得新鲜了 那可想比如说我如果生活在上海的话 那也就是可能一周 或者两周打一次麻将 四川麻将 然后呢 一周两周 有一天可能会和朋友去聚餐 或者是闲聊聊天 剩下的时间 到了我这个年龄 大部分人都结婚了 要出来都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了 都有家庭有孩子 都得照顾家庭照顾孩子 甚至还要上班 所以聚的时间几乎没有 那怎么办呢 在无聊的情况下 那只能换一个环境 换一个城市 换一个国家去生活 那么到了这个国家呢 我为什么每到一个国家 都喜欢和当地的老百姓聊天 就不管语言通不通 你哪怕用着手势 对吧 有时候大家进入一个场景 进入一个聊天的 一个场景之后呢 对方哪怕说的词 你听不懂 但是你大概能明白这个意思 这种境界我相信 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大部分人都会有 所以他说什么我听不懂 我说什么他听不懂 但是互相都明白意思 这种感觉比较好 所以 这就是我对生活的 一个品质的看法 住的舒服 吃的舒服 活的舒服 足够了 我就认为这个品质 对我而言 已经不错了 对吧 基于其他的那些生外物 比如说奢侈品 奢侈品 像我这种人买奢侈品 也就 十比二 十个包里面 两个包夹的 十件奢侈品里面 也不要奢侈品 就是大牌 奢侈品买不起 我认为奢侈品 爱马仕以上的 就算奢侈品 我一个都没有 就足够了呀 你拿质量而言的话 有些高仿的 对吧 质量还要比那种 正品要来的好很多 至少我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衣服啊 裤子啊 眼镜啊 就是质量太好了 想换也换不了 每次拿一批衣服裤子来穿 有时候甚至穿一年 可能才能 感觉找一个理由 说啊 这里好像不太好啦 褪色啦 然后再换一批 就永远使用的速度 跟不上买的速度 那东西就沉淀了越来越多了 然后碰到喜欢的 有时候会买相同的衣服 买个五六件 七八件这样子 那么呢 这就属于典型的 有钱拿买我愿意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发现其实在国外 沟通的这个成本 时间成本是比较 多的 但是呢 沟通的结果是比较愉快的 为什么就是 我有一个姐姐 这个算我妈妈的亲妹妹的姐姐 这个算表姐 对吧 她在美国已经待了十几二十年了 然后呢 我就问她 我在那边待了之后 至少英文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 包括她博士论文写的都是英文的 她说没用的呀 她说毕竟不是自己的母语啊 你学的菜好 她给我举了个例子 当时他们家有老鼠 你知道吧 然后就请工人来找 她住在洛杉矶嘛 路上去 路上去的那个唐人街 大家都说国语的 然后呢 她有能力写论文 但是呢 一个马桶上面的电圈 她连中文都不知道 你让她怎么把英文描述出来嘛 她说这个就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那我包括我去看病 对吧 这个 我 我 我对于医学常识不懂 上一次大家知道 就是我去查那个血糖 就血常规啊 我一直以为干油三纸和血纸 它不是一个东西 事实上它是一个东西 那你怎么搞 所以去看病的时候 因为一些中文 你都不明白的东西 你想学到英文或者泰语 这个对我们来说太难了 然而呢 当你真正的搞清楚了 对方表达的意思之后啊 就会很兴奋 就会很开心 这就是为什么和 就在外国生活 和别人沟通完了之后 感觉心情很愉悦 因为 你努力了 你想办法让对方 明白自己的意思 并且事实上 对方也明白了 这感觉沟通就很开心 你知道吧 然后呢就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 因为本身沟通相对来说 比较费劲 所以就不存在 在国内的那种 脾气性格不好的人 就我属于那种 脾气性格不好的人 大家有时候看我 对留言的一些回复 看到 让我不爽的文字 我就会回怼 我性格很串 但你在其他国家呢 因为 你本来语言就不好 你 你联想和对方刚的这个 想法都没有 因为对方不了解啊 你怎么刚嘛 所以大家都是用 相对比较通俗易懂 甚至带有一定礼貌语气的 这个话来说 不会像在国内 国内吵架 其实本来没多大的事 大部分都是画感化 才会争论起来的 对吧 所以这就是在国外 会变得更少 那么 还是要提醒大家 来泰国之后呢 尽量不要和泰国人发生冲突 第一 别人是本地的 第二 泰国人的身体素质 虽然看上去瘦瘦小小的啊 但是别忘了别人 泰拳是全民皆学的 就是在学校里都会学泰拳的 就一般普通上过学的女孩子 她只要学过泰拳 她的出拳速度 打在我的手掌上面 都是很疼的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和别人硬刚 别像以前 铁巴上面有个视频 对吧 有一帮国人喝多了酒 在夜店里面 跑过来跑过去 撞的各种桌子 东倒西歪的 撞到客人了 然后被保安请出去 因为喝了酒上头 和别人打 被别人打得不要不要的 嘴上还不停地在说歪歪歪 对吧 这个视频还很火 除了泰国人身体素质相对来说 不像你们看上去那么差以外 泰国公民持枪是合法的 在我没来之前 就已然已经看过很多新闻了 就中国人开车的陆怒正 经常喜欢按喇叭 滴滴前面的车 你滴滴多了 别人下车就拔枪 你能怎么样 对吧 你也就只能怂 不怂的话 你想刚的话 就特别我们东北的那帮兄弟 真上头之后真敢干 但没必要嘛 在国外和气身材 这就是我对大家要提醒 提醒的一些内容 不要把中国的一些陋席 带到其他国家 被其他国家的人看不惯 看不起也就算了 关键自己要吃亏 吃亏了之后 你也不要怪中国的同胞不来帮你 当然我一般看到的话 我都会帮 我以前的视频上面我就说过 那些 当时有一艘船 去哪个岛啊 然后 上面有两个应该是越南人 或者柬埔寨人 然后呢我们中国人 知道上了船之后 地上是湿的嘛 拿这个行李箱拖进来 直接放在椅子上 放在椅子上 然后就很脏的轮子放在椅子上 然后边上的两个不知道什么国家的人 就在那边说 就说你不要放在上面不好啊 然后呢 那两哥们呢 脾气性格本来就暴躁 应该是山东人啊 后来我了解到山东人 本来就性格比较奔放 对吧 就和别人瞧起来了 那事实上你的确做错了嘛 你把脏的这个行李箱的轮子 放在了别人要坐的地方 别人说你你就放下就行 不 他不爽 他觉得别人还矮矮小的不咋地 然后这 结论就是这两个山东人被打得不要不要的 就一开始在船上还动手 下了船之后 别人直接呼喷患游 叫了十几个当地的人 拿着木棍追着打 你说有必要吗 对不对 我反正觉得 在国外住久了 我就越低调越好 干不过别人 现在我这个身体 别看身高一米八十八 随便一个人来推我一下 我就跟头已经翻起来了 对吧 根本没办法和别人吵 每天一期咖啡香烟加视频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拜拜 这是带来 这是带来 这么 lo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